我誕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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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我吧梁子 廣播梁子1980年出生於日本高知縣 是一名早產兒 出生時體重僅有2000克 從小體弱多病常常發燒 所以臉頰總是紅通通的 小時候梁子最喜歡看著電視裡的明星 並學著他們唱跳 一天父親問梁子 你長大想要做什麼 他回答 我想要成為電視裡面的人 至此一個明星夢 在廣播小小的心靈逐漸發芽 小學時廣播參加了四國舉行的校技錄像教學課 題為孩子的TV最高會議 這是梁子出生以來第一次上電視 的確這樣奇妙的感覺 讓廣播更加確信自己所選擇的道路 因為身處鄉下的高知 沒有試鏡的機會 所以拜託父母 讓他上高中後前往東京 寄宿大宜家 因為在東京即便是學生 也可以參加試鏡 正當廣播這樣打算時 看到雜誌的廣告 星星大賽的訊息 媽媽鼓勵他說 多試鏡幾次總會成功 頭一百個總會中一個吧 但廣播第一次試鏡就入選了 一個從高知縣來哈哈大笑的鄉下女孩 在14歲時 從2589個競爭者中 贏得了PMG舉辦的 Cleariso洗面乳廣告選拔 拿下冠軍及百萬日元獎金 並獲得拍攝該洗面乳廣告的機會 自此從日本藝能界出道 動靜皆宜的形象 情形脫俗的外表 元氣滿滿的性格 以及獨家專有的透明感 在當時即被譽為 《二十世紀最後一個美少女》 1994年廣播兩子 從近500名試鏡者中被導演選中 取得出演《二十世紀相仇》的機會 一年她出演生平第一部日劇《星的復數》 一張乾淨透明純真無暇的臉龐 從裡到外都散發著少女味 笑起來連鼻子上的皺紋都可愛得要死 在1996年與紅旗一時的柏原蟲 與江泰的壽司同臺 飾演江泰的妹妹 同年在牧村拓哉的經典日劇《悠長假期》 是一個有鋼琴夢想的高中生 雖然她的氣氛多不多 但也開啟了她的爆紅之路 當時只要回家打開電視機 一定會看到廣莫的廣告 這種幾乎疲勞式的轟炸 讓人不認識廣莫都沒有辦法 廣莫瞬間成為眾人追捧的對象 而她的短髮造型 更是超越了女星短髮的先驅 內田遊記 那時貼在車站裡的廣莫海報 三天兩頭就會憑空消失 遭到偷竊 看到勢頭正長 經紀公司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甚至讓廣莫推出了第一首單曲 《認真戀愛》五秒前 為了把廣莫推升到 Top偶像的地位 公司甚至請來了 竹內瑪莉亞 原油子 廣賴香美 鋼本甄葉 等多位日本知名作曲家 為廣莫操刀 果然第一張專輯 集有60萬的銷量 兩個月後 又推出了第二首單曲 《DAISUKI》 兩張單曲合計銷量超過了100萬 這樣的大紅大紫 讓NHK紅白歌合戰 不邀請廣莫似乎都對不起觀眾 廣莫就這樣 以17歲之姿登上了紅白舞台 甚至日本NHK電視台 還為廣莫兩子製作了紀錄片 用當下的Top Star來評價它 這樣的廣莫推出寫真集也不為過吧 就在1996年廣莫兩子推出了R與H 而這本寫真集也成了另類的典範 打破了日本女星寫真集的成規 裡面連一張泳裝照都沒有 全部都是廣莫天真無邪的笑容 與清新健康的穿著 即便沒有那些色狼的加持 寫真集還是賣了40萬本 時至1997年 對17歲的廣莫兩子來說 是十分重要的一年 這一年電影《20世紀》的相酬上映 劇情描寫廣莫飾演的遠山性 是學校廣播社的社員與已經轉校的片鋼冊 曾經花了一整個暑假在東京四處攝影 他們兩個扮演一隊拜訪地球的外星人 用外星人的角度重新理解眼前的一景一物 電影被評唯一的看點就是年輕的廣莫兩子 男主角一來不帥 二來在電影裡 他模仿外星人講話的聲音真的很欠揍 但這部電影還是為他獲得了第21屆日本電影學院獎 最佳星人獎 另外與童年演出的海灘男孩 讓廣莫獲得了第14回日劇學院賞助演女優賞 浪蕩不拒的陰景海廣和冷靜沉著的林牧海都 兩人性格天差地遠的人 因緣際會下來到了Imon Head民宿 遇到了和泉珍晴和前田村子 在一個暑假中經歷悲歡離合 彼此影響的人生最終曲終人散各奔東西 留下一段酸甜的回憶 廣莫兩子誓言一個純真有點男孩子氣 加上活潑外放氣質的高中女生 年幼時就被媽媽托付給外公照顧 因此養成了獨立的性格 海廣和海都兩位大哥哥 把真情當成自己的妹妹照顧 也常常戲弄真情 而真情對兩個大哥哥有著搖擺不定的暗戀之情 卻將情感藏在心底 1998年 廣莫兩子考入日本頂尖的早稻田大學 這讓他身上又多加了一層璀璨光環 第一天去早稻田上課的時候 居然是由警車開到並護送至校園 那時的廣莫兩子紅到發紫 到球場開球時觀眾歡呼不斷 球場放著他的歌 球員都拿著粉紅泡泡當他的背景 17歲生日時 電視台企劃了一個變為廣莫兩子蛋糕的權力 的競標大會 福利是可以面孔去吸收廣莫吹出的氣息 最後是以日幣15萬成交 當時廣莫正在千頁的房總半島 拍攝沙灘男孩 看到奇怪的蛋糕 廣莫花容失色 但還是將他的仙氣吹到粉絲的臉上 而在學校每天有無數的人偷拍他的照片 甚至還有一群高中生跟蹤他 有一樣的事情 一件兩件可以說是生活裡的驚喜 但如果每天都被這樣的目光包圍 無論是誰都受不了 何況是剛成年的廣莫兩子 這些事情已經嚴重影響了廣莫兩子的正常生活 也讓其他受影響的同學十分不滿 進而衍生成惡意的叫囂 讓他趁早退學 就這樣校園生活帶給廣莫兩子巨大的壓力 而事務所安排的大量工作 又使壓力加倍 光是1998到2003年間 他一共出演了13部日劇 6部電影 中間還有開演唱會 舞台劇 做宣傳等等 期間廣莫還是有許多不錯的作品 如1999年的《純高》 講述五個女生在關護所的故事 五個人有不同的原因進關護所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從衝突到彼此了解 變得能真正相信對方的一切 並且深信彼此都能重新回到原本的生活 廣莫兩子飾演的早川蘭 是個極端執著的人 在她的世界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單選題 她的愛絕對而霸道 一旦付出就是所有 她的愛就像飛蛾撲火 絕望而沉重 讓人不堪負荷 是以她的前男友也為此而逃開 比起如煙火般短暫的戀愛 有兩把刷子 每當她在劇中輕輕地吹動額頭的頭髮 十而倔強 十而末世 十而叛逆地表示 不需過多言語 一切靜在不言中 同年 東野貴吾小說改編的秘密 也絕對唯一佳作 講述一場車禍過後 母親直子的靈魂進入女兒早奈美體內 劇中早奈美與直子的靈魂 輪流在廣莫的身上切換 廣莫兩子真的把那種 身體與靈魂間的衝突 並丈夫孩子間的羈絆 用扎實的演技表演出來 真的不得不佩服 在19歲這個年紀的小女生身上 能將這個複雜的角色詮釋得如此清晰 影片的最後 女兒還是選擇出嫁 與父親分手 穿著婚紗的廣莫兩子 逆光站在窗前 光線似乎能穿透她的身體 閃著螢光的瞳孔 把廣莫刻畫得美不生收 最後摸了憑藉下巴的一幕 真的讓人頭皮瞬間發麻 理所當然的 這部電影獲得了 第23回日本電影金像獎 優秀主演女優賞 並第三十三屆 加泰隆尼亞國際電影節 最優秀主演女優賞 另外一部值得一提的是 童年和高倉健主演的鐵道員 這部電影是山田楊四導演 認為最佳的家庭電影之一 當年上映時 日本超過50家戲院聯映 票房高達60億日圓 一條即將被廢止的地方鐵道路線 車站站長堅守崗位 數十年如一日 某天站長意外遇見一位 身著制服的年輕少女 與她談天說地 在孤獨的寒冬 有她的陪伴而感到欣慰 在女學生表示 因大雪無法外出 而為她噴煮晚餐的相處過程中 佐藤想起她曾為女兒購買 和少女一樣的洋娃娃 並因此逐漸意識到 這就是無緣長大的愛女 並在她面前表達了內心的虧欠和內疚 飾演雪子的廣漠 與站長間的互動 淡淡地說出一位父親的心酸 也勾勒出一位女兒的身影 當女孩說怕自己是鬼魂而嚇到父親 而父親的回應 不知道感動了多少螢幕前的觀眾 怎麼會害怕呢 哪有父親會怕自己的女兒 她戴著站長帽的模樣 也變成電影最出名的經典劇照之一 北方雪國的風情 蒸汽火車在雪原上奔驰的老派浪漫 鏡中指手卻忽略了家人的老鐵道園 就這樣雖然外面下著雪 一老一少 不知溫暖了多少人之心 這部電影獲得了 23屆日本學院賞的最佳影片 廣漠良子也獲得了 第23回日本電影金像獎 優秀助演女優賞 可以說這些影劇 將廣漠良子推上了一個巔峰 但在最當紅的時候 廣漠良子愛上了模特出身的伊士谷遊介 因為這個男人頂著青春育女盛名的廣漠良子 還在早稻田大學念書時 就公開與男友同居 他們倆的新聞 廣漠良子嚴重影響了廣漠良子的人氣和形象 又因為缺客次數太多 廣漠良子被冠上了桃學天后的名稱 兩人分分合合 據說廣漠良子對伊士谷遊介用情急深 願意在事業巔峰狀態和他結婚 但伊士谷遊介並不領情 甚至外傳伊士谷遊介有嚴重暴力傾向 於2000年底 廣漠良子和他分手 分手後的廣漠良子 卻因為受這段感情影響太大 開始行為乖章不受控制 日本媒體的報導真真假假 神經衰弱導致小便失禁 大學裡被同學孤立 當街脫裙整理內褲 大鬧便衣商店 帶小狗上直播節目 當街向路人借錢 甚至連精神崩潰入院治療都報導了 一度的國民偶像青春少女 頓時成了人人嫌棄的癲狂女 而一世谷遊介在和廣漠良子分手之後 先後和長盤櫃子、冰淇布、宇多田光傳出緋聞 最後還爆出和長澤亞美交往 在人氣低落的2001年 廣漠良子赴法國拍攝電影《Wasabi》 原本下跌的身價立刻回升 但是他在記者會中卻失控大哭 令在場媒體一陣嘩然 事後廣漠良子自稱是因為從飲多年的夢想 終於實現 一時太過高興所致 不過這樣的解釋很難叫人信服 當時在《週刊現代》有這樣的報導 在拍攝期間 導演盧貝松常借工作之變 猛烈追求《廣漠良子》 早在1999年 盧貝松到日本參加東京電影劫時 初次見到廣漠良子就對他一見鍾情 並向廣漠良子要電話號碼 當時廣漠良子十分開心 兩人還親密地又搂又爆 為了拍攝電影《Wasabi》 盧貝松還親自到日本邀他演出 當時在場的某位記者指出 盧貝松對廣漠良子說 我第一次遇到像你這樣光芒四射的女星 說罷盧貝松就要求在場翻譯離開 讓他和廣漠良子獨處 說是要談拍片的詳細條件 盧貝松是出了名對演員大呼小叫的導演 但廣漠良子拍《Wasabi》期間 盧貝松對他卻異常溫柔 甚至晚上盧貝松還以拍戲為由 要廣漠良子到他房間與他單獨相處 人在異鄉 要適應法國的拍攝團隊 語言不熟悉 需要在短時間內將台詞記憶 加上盧貝松導演的盛情難卻 這種種加起來 或許是造成廣漠情緒失控的原因 廣漠曾自己解釋 當時尚雷諾跟盧貝松導演坐在我身邊 我感到無比的喜悅與幸福 但也充滿著壓力 我被那樣的氣氛弄得當場嚎啕大哭 雖然廣漠如此解釋 但種種跡象顯示 他正走向崩潰的邊緣 同年廣漠與主演《內豐》拍攝《鳳子成婚》 廣漠良子因精神狀況不穩定 而拒絕出席該劇的發布會 很多觀眾也注意到 在劇中他的嗓音一直是沙啞的 時間到了2003年 廣漠良子參演日劇 前男友 講述在就業困難的時代 進了職場就像進了戰場 男主角唐本剛演一個大學剛畢業 在百貨公司工作的年輕人 每天戰戰兢兢力 面對嚴苛的工作挑戰 內山李明飾演 跟他同期進公司的電梯小姐 也是他的現任女友 廣漠良子則是他的前任女友 在廣告公司上班 因為百貨公司的廣告案 使兩人再次相遇 此劇讓廣漠再次獲得第38回 日劇學院賞 最優秀助演女優賞 那時的廣漠常這樣想 這些獎項到底意味著什麼 這個獎項是誰決定的呢 在法國拍攝的時候 他看到日本演藝界的很多問題 他不會演得如此說 在演藝圈能看到這世界的骯髒 廣漠萌生了隱退的念頭 但他不想給別人添麻煩 也不想去傷害別人 於是打算以增肥的方式 來擺脫演員的工作 拉麵 啤酒 拉麵 啤酒 碳酸飲料餅乾 碳酸飲料餅乾 明明不喜歡這些食物 卻拼命地狂吃 那時體重甚至增加了15公斤 但即便如此 還是無法讓他有所喘息 於是廣漠使出了殺手剪 他鳳子成婚了 說來也諷刺 兩年前拍攝的鳳子成婚 如今成真了 2003年廣漠兩子宣布自己懷孕 從大學退學 從娛樂圈引退 並宣布嫁給模特兼設計師 鋼澤高鴻 再一次採訪他直言 自己是故意懷孕的 當時對演藝圈感到疲勞的他 急於想要有個喘息的空間 因此結婚是他所能做的最大叛逆 他認為如果當時不這樣做 自己的精神可能就會承受不住 未來恐怕也沒有辦法繼續演藝工作 廣漠兩子說 對我的人生來說 那段時間很重要 在2004年他生下了第一個兒子 取名洪志 不過這段婚姻並沒有維持很久 鋼澤高鴻似乎成為了 廣漠為了休息的犧牲品 2008年3月13日 廣漠兩子就宣布和鋼澤高鴻 結束婚姻關係 這段時間 廣漠把精力完全放在孩子身上 孩子入睡後 看著重播的電視劇 讓他特別開心 世界緩慢下來了 他感受著季節的更迭 過著規律有節奏的日常生活 這時靜下心才發現 明明是因為熱愛才做這份工作 卻忘了這份熱愛的心 廣漠就這樣 漸漸找回了自己的初心 那時就想 如果有機會的話 再遇到什麼演出機會 我都要嘗試一下 在2005年 他接到了復出後第一部日劇 Slow Dance 有如片名漫無 這部電影的調性較為緩慢 主要講述 欺負木聰 身經理會 廣漠兩子 藤木職人 所飾演角色間的愛情故事 劇中的帥哥美女 還是滿值得一看的 2006年 則與曹簡剛合演 凝視愛與死 這是一部帶著淡淡憂傷的純愛電影 廣漠飾演的大倒霉至子 因為得到軟骨肉瘤 必須將左半邊的臉及眼球都割掉 雖然戲中廣漠大部分的鏡頭 皆以紗布遮住半邊臉 並且以素顏上陣 但絲毫不影響他演技的發揮 2007年 則和阿布寬 演出了一部時空穿越的搞笑電影 《超時空泡泡機》 講述未救母親而塞進滾筒洗衣機 穿越時空的女孩 廣漠兩子這期間的作品 雖然都很不錯 但在觀眾心中 他也不是他們記憶中的那個元氣少女 演出的戲劇 都沒有什麼令人印象深刻的記憶點 直到2008年 他參演的《送行者》 才使他再次得到獎項 包括第32回日本電影金像獎 優秀主演女優賞 第30回橫濱電影節 最優秀主演女優賞 這部電影中廣漠以一個妻子的眼光 看原本是大提琴手的先生 轉變為禮儀師的過程 從一開始的噁心與排斥 到一次為朋友母親入戀的過程 廣漠在旁看到先生嚴謹的態度 並這份工作對於死者和家人的價值與意義 才逐漸轉而接受並支持先生的職業 電影中一幕廣漠兩子在一旁看著先生 仔細地為父親打理面容 整理身體的每一處 一顆白色的小石頭從父親手中掉落 那正是先生小時候送給父親的石頭 原來父親始終都惦記著他 父親原本模糊的樣貌逐漸清晰 隨著悠揚的大提琴聲 男主的眼眶含著淚水 你的視線也模糊了 這部影片也成功地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在日本乃至亞洲都引起了轟動 這也使大家重新認識了廣漠兩子 經過時間的打磨 一位清透的少女 以蛻變為成熟有蘊涵的女人 在此廣漠兩子也奠定了實力派女演員的地位 原本200萬日圓一集的片酬 也增加到300萬日圓 廣告酬勞也漲到了5000萬日圓 之後在2010年10月9日 廣漠兩子再次奉子成婚 他嫁給了一個蠟燭創作藝人 兼和平活動家KendoJume 長相普通而且渾身刺青 KendoJume婚後改姓廣漠 可以說是入贅 兩人感情非常好 但在2014年發生了這樣的事 當時KendoJume在福島和新瀉地區 進行復興支援活動 廣漠兩子被拍到 穿著透視景深性感衣服 腳踏12公分高跟鞋 手腕著不知要給誰的禮物 進入了在拍攝龍馬鑽時 認識的佐藤健的公寓 第二天廣漠與佐藤健前後離開公寓 而先前才爆出 廣漠和佐藤到熔岩域SPA約會的消息 而廣漠之後解釋是到朋友家 朋友剛好與佐藤住同一公寓 當然這個說法是否真實 也是看各位的自由心證了 隨著2015年廣漠女兒的出生 大家似乎也自然淡忘了這件事 而廣漠也在這段期間 出演了不少有趣的戲劇 如2012年到鑰匙的方法 借雅人飾演窮困潦倒 又沒有天分的小劇場演員 一次在澡堂與香川兆之飾演的 一名冷血殺手靜藤 調換鑰匙 二人的人生也因此錯置 而廣漠兩子則飾演 一名急欲出嫁的大靈聖女 再一次偶然的機會 遇到了剛出院的靜藤 三人的命運 也莫名其妙的糾纏在一起 這部戲劇讓廣漠獲得了 第36回日本電影《金像獎》 優秀主演《女優賞》 第17回日本網路電影大獎 優秀主演《女優賞》 2013年又和借雅人及辛源結衣同演《Legal High》 在劇中她是一名面部僵硬冷酷的女法官 與色咪咪的古美們和呆萌蠢的戴律師 有著一段有趣的互動 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日劇 2014年的《聖女》雖然結局有點爛 但梁子姐姐在裡面飾演的惡女很壞也很美 美到讓人忘記她的壞 不如中年的廣漠梁子 似乎逐漸地從主角位置退下 也許是年華已逝 也許是年輕女星的崛起 廣漠開始接受每部戲劇對她的定位 如2016年《買地方抱的女人》 2017年捉求少女大逆襲 她都是陪襯的角色 即便2016年的《職美與佳奈子》 也是以共演的形態出現 但她開始用心在每個戲劇中 感受自己所飾演角色的份量 讓自己在陰莖的份內做到最好 在2015年她獲得了 第35屆夏威夷國際電影節職業功勞賞 這是個份量十足的獎項 是獎勵在演藝事業上獲得極高評價的演員 過去日本演員曾有杜鞭籤、易所廣思 國外演員有山廟傑克遜等 而廣漠梁子是第一位獲得此獎項的日本女演員 這也是對她多年的職業生涯 一個莫大的肯定 在最新電影《虛八百》京都篇 她飾演一位神秘的京都美女 她說為了熟悉劇本 每天早上三點半就起來 開始為一天做足準備 因為劇情需要她開始學習茶道 還特地請教懂茶道的母親 為了就是能盡快習得所需的技能 也因為是第一次演出吸菸的劇情 廣漠梁子在京都拍攝時 還特地住在吸菸樓層 她開玩笑地說 在房間裡吸菸吸累了 就去練習茶道 如此交替輪流 也是敗這部電影之次 讓她的人生有了新的體驗 如今是三個小孩母親的廣漠 不再像年輕時那樣的任性與輕狂 而是用心體驗人生中 所扮演的每一個角色 待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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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請健康 我是廣山梁子的 愚圓屏 請三個月